带你们看看施工当中的情况 这个是今天是测 尽管不是必须的 但我们还是要求在房间完成50%的时候 再进行一次数据测量工作 以明确各环节作用的有效性 你可以看到如伊拉克战场一般的施工现场 50%完成主要指的是墙面基本完成 吸音棉已经被填入 七块砖石墙也已经砌好了 木损和9毫米的基层板也已经完成 目前已经满足再次测量的条件 只是墙面最外层的12毫米的石木市面板 还没有上墙 这个都可以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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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参加了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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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半弄后 以后在武器面 实际上我们在50%房间完成的时候 不止进行了一次测量 我们模拟了三种不同的位置摆位 进行测量 一种是靠近隔断墙 一种是靠近侧墙 还有一种就是靠近玻璃墙 两个短边 一个长边 合计三种位置摆放 基本上能够提供给客户一个准确的摆位建议 最终的测量结果与我们预估的完全一致 靠近隔断墙的声音最为全面 得益于尺寸的精准切割 隔断墙对低频的烈化并不明显 当然也有一边好一边不好 没错 贩给你的开门吧 这边可以放了它 再来的 我们这里是太重的嘛 所以那边扣出来 对 到时候你线也可以出来 然后我也扣出来 这里是圆的 然后这里是半圆 然后这里是个半圆 我知道 你刚刚都崩在这个里面 太宽了 太宽了 你这表现格 对 因为我们尽量才保在下面的空间嘛 这边板很保护 能拉起来呀 那边有什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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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板怎么坡 那边板就出了一高队嘛 那边板就出了一高队 我知道呀 地板地板是 如果是横的坡没问题 关键它是人字坡呀 那平常我们赶快别好消息了 那别消息 这边 还点眼睛有这个感觉呀 我以后把它理想再乘也就可以了 我得比较快空几了是吧 如果理想要再乘 你现在一根线多 直径是多少 喇叭什么多少了 一公分都低就多了 我说到的是让我留三公分 一根 三公分的高度呀 我说你这里再测一点 它不是这块板就强度好一点了吗 这两边 我不是说都是的 我本来理解的呢 你这根线是圆的 圆的那你高度是三公分 那你横的也是三公分 对 然后三根线 你现在这里只有一根线 但是那边有三根线 三根线就是12公分 对不对 实际上也在三根线 没有 这不是电源线 我知道了 以我做的 以你为的电源线 不是喇叭线 我说的是喇叭线呀 我还特地问了一下 是喇叭线呀 喇叭线 喇叭线只有一根呀 你刚才看到的是 微星升学 iTrap升学版 MLS穿口面板的制作过程 微星升学 一直是我们信赖的合作伙伴 他们提供不同尺寸定制的 iTrap升学版 扩散模块 还有陷阱模块 能够满足40到500赫兹的 有效吸收范围 超过500赫兹以上呢 他们就有吸收和扩散的 这个混合作用 另外他们还会做 你看在测试的是 这个有源的功能测试 如果客户希望以后升级 你不需要把这块板子卖掉 你只需要加一个有源模块 就可以变成一个 有源款的地平陷阱 我们也用了一些高科技的玩意儿 我们借助激光水平仪来放线 金属探测仪来定位 顺利的完成了 升学模块的上墙安装 安装位置与固定方式呢 前期经过反复的推敲 最终的效果非常令人满意 100%贴合墙面 没有倾斜 没有偏差 没有两次反供 这里就是那个钢筋 钢筋嘛 然后每个钉眼 这个叫金属探测机 这里估计有 能够这个垃圾机 我给它够这个锡 跟锡放它 好了 弄下 工具呢 这两个打菜的地方 跟上面缘没关系 啊 它似乎是有意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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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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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